杜兰特突发加盟太阳 快传记者怒喷蓝网管理层 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今年的NBA交易市场堪称疯狂 原以为欧文和威少的交易足够劲爆 没想到今天杜兰特竟然加盟太阳队 彻底引爆交易市场 据明记卧据报道 太阳队送出布里奇斯 克劳德 约翰逊 甚至不惜透支未来附加四个手轮签 只为得到死神杜兰特 来源保罗和球队一个冠军梦 至此西部彻底大变天 太阳队组成杜兰特 保罗 布克 艾顿的超级四巨头阵容 一夜之间成为夺冠热门 联盟格局彻底被打乱 这笔交易也引起其他球队的不满 快传随对记者更是发文路宽篮网 布鲁克林兰网毁了整个西部联盟 原本随着小卡的付出 快传还保有争贯的希望 而杜兰特的加盟无疑再次让他们陷入绝境 胡人队球迷同样心碎 刚刚交易走为少重燃新希望 仅仅几个小时就被杜兰特亲手掐灭 以目前的阵容冲出西部南上加南 为什么超级球星都选择来到西部 这一切都源于莫兰特 本赛季的灰熊队战绩排名西部前列 球队核心莫兰特扬言 我们在西部没有对手 这下好了 周围全是对手 随着欧文和杜兰特的相继离开 蓝网的三巨头计划彻底宣告失败 西蒙斯一夜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球队老爸 杜兰特不相信长夜将至 因为火把就在太阳队 兄弟们 你觉得本赛季的太阳队会夺冠吗 欢迎讨论